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获得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银奖 第二年 他又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与此同时 他还获得了意大利电影大卫奖最佳外语片 成为第一部获得该奖的中国电影 而这部飞升海外的国产电影 是改编自作家苏同的小说《妻妾成群》 自此啊 作为先锋作家的苏同 就开始广为人知了 苏同的本名叫《童中贵》 他取笔名苏同 因为他姓童 生在苏州 谈到自己的创作生涯 苏同常常提到 他把童年生活 视为是他写作的最大的秘密 他曾经说 一个写作者一生的行囊中 最重的那一只 也许装的就是他童年的记忆 无论这记忆是灰暗还是明亮 我们必须背负它 并珍惜它 除此 我们没有第二种处理办法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 《九岁的病榻》 就来自于苏同的这本散文集 《自行车之歌》 让我们从他的文字中 走进苏同的童年 那年我九岁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那种 动不动就要小变的怪病 不知道小腿上 为什么会长出无数红色枕块 也不知道白血球和血小板减少的后果 到底有多严重 那天 父亲推着自行车 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母亲在后面默默扶着我 一家三口离开医院时 天色已尽黄昏 我觉得父母的心情 也像天色一样晦暗 我知道 我生病了 我似乎有理由 向父母要点什么 于是 在一家糖果铺里 父亲为我买了一块 做成蜜菊形状的软糖 那是我生病后 得到的第一件礼物 生病是好玩的 生了病 可以吃到以前吃不到的食物 可以受到家人更多的呵护 可以自豪地向邻居小伙伴宣布 我生病了 明天我不上学 但这只是最初的感觉 很快 生病造成的痛苦因素 挤走了所有稚气的幸福感觉 生病后 端到床前的并非是美食 医生对我说 你这病既盐 不能吃盐 千万别偷吃 有人偷吃盐 结果就死了 你偷不偷吃 我说我不会偷吃 不吃盐有什么了不起的 起初 我也确实漠视了 自己对盐的需要 母亲从药店里 买回一种 似盐非盐的东西 放在我的菜里 有点咸味 但咸的古怪 还有一种酱油 是红的 但红也红的古怪 我开始 与这些特殊的食物 打起了交道 没几天 我就对他们产生了恐惧之心 我想 我假如不是生了 不能吃盐的病 该有多好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 不能沾盐的怪病呢 生了病 并非就是睡觉和自由 休学半年的建议 是医生提出来的 我记得当时 心花怒放的心情 唯恐父母 对此提出异议 我父母都是信赖中医的人 他们同意让我休学 只是希望医生用中药 来治愈我的病 他们当时认为 西医是压病 中医才是治病 于是 后来 我便有了那大淡草药汁 肩破三个药锅的惨痛记忆 对于一个孩子的胃蕾和胃口 那些草药 无疑 就像毒药 我捏着鼻子喝了几天 痛苦之中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以上学为由 逃避喝药 有一次 在母亲倒药之前 我便匆匆提着书包 窜到门外 我想 与其要喝药 还不如去上学 但我没跑几步 就被母亲喊住了 母亲端着药碗 站在门边 她只是用一种 严厉的目光望着我 我从中读到的 是令人警醒的内容 你想死 不想死 就回来给我喝药 于是 我又回去了 一个九岁的孩子 同样恐惧死亡 现在想来 让我在九岁时 就开始怕死 命运之神 似乎有点太残酷了 这是对我的调侃 还是救赎 我至今 没有乌头 有一天 班上的几个同学 相约了一起来我家探病 我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模样 心里竟然是一种 近似极度的酸楚 我把他们晾在一边 跑进内室 把门插上 我不是想哭 而是想把自己 从自卑自怜的处境中 解救出来 面对他们 我突然尝到了 无以言传的痛往 也就是在门后 偷听外面同学 说话的时候 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是多么地 想念我的学校 我真正明白了 生病 是件很不好玩的事 我在病榻上 辗转数月 我后来独自 在家熬药喝药 凡事严手医嘱 邻居和亲戚们都说 这孩子乖 我父母便接着说 他已经半年 没沾一点盐了 我想 他们都不明白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其实归纳起来 只有两条 一是怕死 二是想返回学校 和不生病的同学在一起 这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 半年以后 我病育回到学校 我记得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我在操场上跳声 不知疲倦地跳 变换着各种花样跳 直到周围 站了许多同学 我才收起了绳子 我的目的 已经达到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的病 已经好了 现在 我又跟你们 一模一样了 我离开了九岁的病态 从此 自以为 比别人 更懂得 健康的意义 苏彤用简练的文字 生动记录了 一个九岁的少年 在疾病中 不可抑制的孤独 和对死亡的恐惧 疾病压制了一个 孩子旺盛的生命力 隔断了他与同龄人之间的交集 他在与孤独和自卑的相处中 度过了压抑的少年时期 那么 怎么和孤独相处 不相处 又能怎么办 苏彤常常问自己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 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 这样写道 孤独是一座花园 孤独也是我 向光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童年 是你能够忍受 孤年的那股力量 只有通过一种方式 才能征服死亡 抢在死亡之前 改变世界 其实 年幼病弱的苏彤 也需要一个穿越 孤独花园的路径 和攀登光明的阶梯 那么 是文学的力量 帮助他完成了这一切 而他也靠着自己的文字 完成了 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 好的 感谢今天和我们一起来 共读苏童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